區議會選舉最少8個曾經參加過佔領行動 被形容做散兵的候選人當選 其中在觀塘當選的王子健 以及在灣仔勝出的楊雪瑩 都說出來參選的念頭和佔領運動無關 又說擔任區議員之後樂意和政府溝通 鳳敏杰報導 新當選觀塘區議員38歲的王子健 本身是一名水電維修工人 插太多電器都很容易壞 兩年前開始在觀塘區內 義務幫老人家簡單維修水電 王子健在觀塘樂華北選區得票超過1700票 贏布清獨立競逐連任的馮錦元差不多500票 曾經參與佔領的他說 不是因為佔領行動參選 而是在網上的討論區 好像是預文方的東西拆掉 好像東西吃越來越貴 那個是吧 在網上發表這些 不如出來聊聊天吧 在預文方的墨記 我們發現為何觀塘區會用了5000萬 在觀塘碼頭海濱公園建一個音樂困存呢 我們真是爭吵頭 我們的組員各有各做 去看區議會紀錄 我們提到一些區議員 為何這麼奇怪 他會贊成 我們又問身邊的街坊朋友 你知不知道我們那裡有個音樂困存 很多說是嗎 不知道 為何還要用5000萬 我們覺得很奇怪 他跟這班志同道合的街坊 成立了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決定走入建制 但沒想過一參選就贏 另一名當選的政治素人是29歲的楊雪瑩 他在灣仔大坑區以250票之差 擊敗新民黨的黃靖之 教緊文化管理的楊雪瑩 曾經發起保存佔領期間的藝術品和裝置 但參選的念頭並非來自這場運動 去年的東北撥館那件事 我看著直播我覺得相當痛心 是會流眼淚 我覺得很悲哀的就是 為何香港我們一直覺得 是很穩陣的議會 是會荒謬到這個地步 那我那一刻就立刻覺得 我必須要做更加多 更加大影響力的事 從而令到我們下一代的環境 去變回好一些 他希望社會放下對他們的標籤 全面認識他們 楊雪瑩和黃梓健都說 如果要參加諮商委員會 會願意與政府溝通 今年區議會選舉 有超過50名散兵參選 當中最少8人勝出 他們都是首次參選 NOW TV記者鳳文杰